Hello 大家好 今次要介紹的角色就是誠吉思汗 誠吉思汗作為中國史上或世界史上的軍王 與拿破崙和海撒大帝的名牌 説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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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説 説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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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説� 而我個人覺得宋朝大部份時間都是一個十分廢的國家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 除了某幾點,即是剛剛開頭和黃安石變化叫勁了一陣 我覺得整個宋朝都是廢的 最廢的宋朝之一,最廢的朝代之一 當時宋朝主要被大家讀中史都知道是被金國欺凌的 金國當時是非常大的勢力 而金國是常常欺亞蒙古的游牧民族 金朝就不想蒙古人統一,因為他們的勢力都非常大 所以金朝人就對蒙古進行分而自知 和屠殺搶奪減丁的政策 分而自知的意思是分化他們的民族 就像我們現在香港那樣,大家明白 令到他們矛盾就把他們逐個擊破 減丁的意思就是不讓他們生小孩,屠殺那些不用說了 蒙古的民族其實都 曾經進行過幾次的起義,即是反抗過金人 但可惜始終因為沒有一個領袖去統一 所以兵非常散就不夠金國打 很多蒙古的領袖都被金國人處死 用這個半邊 所以蒙古人是非常痛恨這個金人 鐵木真當時的理想就是以擊敗金國為他的目標 所以你知道鐵木真和金人是有個勢不兩立的仇恨在這裏 因為長年被他們欺壓 鐵木真出身的父親本來是其中一個暴落的首領 但可惜被人毒死了 然後鐵木真和他媽媽就被人趕走 用這個奸計趕走 令他一夜之間有一個暴落的黑漢之子被人無家可歸 鐵木真就投靠其他暴落 很快地說一說到他18歲的時候 很重要 然後他就向這個 當時的仇家挑戰 成功擊敗了對方 鐵木真當年只有18歲 但由於他的勇猛表現令他成為黑暗暴的黑漢 鐵木真因為他的本事太高 傳遍了不少暴落 其他暴落就怕鐵木真的勢力引益多大 於是就推舉一個澤木俠的人 做一個民主的熱士 統領13個暴落向鐵木真挑戰 澤木俠其實當時是一個疑似的時候 鐵木真的結拜兄弟 是一個好朋友 但很可惜始終在蒙古草原中 只能容許一個強者 所以昔日的朋友都逼著要向對方開戰 這個史稱就叫做 13部落和鐵木真交戰就叫做13役之戰 亦是鐵木真唯一一次 在精戰上唯一一次戰敗 因為對方的兵力太多了 鐵木真就算任憑他有幾強的軍事本領都輸了 但是這次13役之戰 對面那個澤木俠就 俘虜了很多鐵木真的部下 這件事就吩咐一些人用一個大煲 把那些人攀殺 然後就把那些肉分給自己的部隊的13部落的人吃 以示這個 以示這個勝利的 威武 但是這個殘忍的舉動令到其他13部落的民主和士兵都非常不滿 因為你首先要餓食那些死屍是 沒人想吃的 另外 但始終大家都是蒙古人 看到你那麼殘忍去殺自己有 以及那麼殘暴不仁 於是很多士兵反而不滿這個澤木俠 部分都去投靠鐵木真 所以鐵木真這場戰役雖然輸了 但是反而令到他的勢力更加強大 沒多久也擊破了鐵木真 統合了前來歸寒的寒兵之後 然後統一了這個勢力 然後向這個澤木俠 反擊 最後成功擊破了他 然後主要是說 不說太長了 主要是說成吉思汗 最後統一了蒙古部落 令到一個很散修修的蒙古部落 最後成功統一了 然後鐵木真並不是 很多人說的 只是一個會打仗的白癡皇帝 其實鐵木真在內政和政治上是非常出色的 首先他把軍隊的制度分得非常好 編隊方面是做得非常完善的 然後鐵木真其實另一個功績 就是創造了這個文字 其實當時蒙古的柔木民族時代是沒有一個文字 很多時候都是靠一些很簡陋的傳達訊息 鐵木真就創立了一個 可以說成功統一了一個蒙古的文字 而令到蒙古人的文化水平提升了 而傳達一些政令甚至一些軍事戰略各方面 都一次過大幅提升了不少 令到蒙古軍隊的實力上大增 鐵木真統一了蒙古之後 他就開始向外發展這個勢力 當時宋朝和金朝 經常簽了不平等條約 各地求和 鐵木真就開始向 中國那邊開始進軍 蒙古人的騎射能力已經非常高 加上有一個統一 完善的軍隊制度下 所以蒙古的軍隊實力是非常之強的 承吉思汗首先向西夏 當時除了金朝就有一個西夏 很多外族的 先向西夏進攻 西夏就發動了大約近20年的戰爭 始終西夏就不夠蒙古人鏡 蒙古在承吉思汗出色的統治下 西夏就最後派使向蒙古求和 蒙古取得到西夏地後 實力上已經大增了 話說當時 有一個叫做 花刺子毛的國家 花刺子毛就是位於西面 中國的西面 大約就是歐洲的地方 大約是現在的烏池別克 成吉思汗當時並不想向花刺子毛進攻 因為他不想弄得那麼遠 花刺子毛 當時是一個強國 也算是 他設定自己實力高 他以為蒙古人只不過是一些 沒有知識的野蠻 橫蠻之徒 或者不懂得打仗 花刺子毛就把蒙古的 雙隊大約五百人就殺了 殺了五百個雙隊 因為花刺子毛其中的外戚 貪魔才 就殺了那些雙人 成吉思汗當時都忍到 他都正忍得住 他就 顯示他想著跟花刺子毛趕下數 為甚麼殺了那些人 他都未立刻打他 但是因為花刺子毛 既然都一不做二不休 才都殺了那些人 他當時就把這個使者 即是成吉思汗派的使者殺了 再把其他跟團的人 就把頭髮剃乾 然後送回蒙古 成吉思汗就大怒 他就不能受這個侮辱 他就立刻出兵攻打 花刺子毛 在成吉思汗不用說 他基本上是所向披美 花刺子毛這些國家 雖然厲害 但始終就不夠蒙古來的 成吉思汗 最後都是被成吉思汗統一 這個 即是 擊破了這個花刺子毛 成功搶成略地 這一舉令到 成吉思汗的勢力 就橫跨到歐洲的地方 這次由於這條片的時間 就來到這裏 我們有下集的話 就再講成吉思汗的 完結了 所以這次的影片 我們來到這裏 下次如果有人在掛 成吉思汗再見 拜拜 拜拜 好